美女半夜让车夫送她回家 启料目的地竟是作坟 镇里有名的父太太突然暴毙 据说作为老公的大财主 给她陪葬了许多金银珠宝 甚至还有串慈禧太后曾经带过的珍珠项链 听说那一串珠子就是大呀好几天呀 启料这话正巧被一个盗墓贼听到 名人去世还死得离奇 这可给小镇里增添了不少剧文 而车夫小达子不光白天看了回热闹 晚上更是跟人聚在一起好好地八卦了一番 启料刚聊完 小达子当即吓了一跳 真吓我以为遇见鬼呢 嘿你才是鬼 随即美女又问起 你说萧云玉 可不你跟她简直是一个母子 我们去双胞胎 她是我姐姐 她听闻便松了一口气 怪不得呢 然而美女上车后并未细说地址 只是让她朝城外荒郊跑 她内心泛起嘀咕 但为了赚钱还是接了这活 也许是见美女漂亮 小达子还跟她八卦起白天的丧事 你这位姐姐可真迷人 她那么漂亮 死的应该是高太长才对 你姐姐命太短了 美女听到这么说顿时就不高兴了 你是怎么说话的 小达子连忙道歉 启料在城里的时候 美女还有几分回应 可越往郊外 她就渐渐没了声响 这半夜三更的 小达子内心顿时有些毛骨悚然 正在她不安地想要放弃这活的时候 美女却突然让她停下 竟要下车自己走 小达子连连答应 启料付车费的时候 她却说自己忘带钱包 随手就将携带的珍珠项链抵押给她 这么贵重的东西 这让她更摸不着头脑了 不料这时美女向前走了几步 竟突然凭空消失不见 小达子顿时大惊 当即拉起车跑过去想要一探究竟 她小心翼翼向前 启料前面竟有座坟墓 那坟墓正是白天去世的女人 而墓碑上的照片 正与美女的打扮一模一样 小达子顿时吓得不行 这回真是碰到鬼了 连忙掉头撒头就好 谁知跑着跑着 车上竟勾住了一串被丢弃在路边的铁罐 叮叮当当的响声 还以为是鬼追上来了 小达子更是连头都不敢回 世界上竟然有如此豪横的付车费方式 价值千两的珍珠项链 竟被美女随手送给车夫 但车夫不敢收这么贵重的东西 当即便要还回去 起料美女竟直接凭空消失 车夫赶忙上前一看 谁知竟有座坟 而墓碑上正是美女的照片 她顿时吓得半死 赶忙往回跑 直到躺在床上还是心惊不已 谁知老婆过来 看到一旁的珍珠项链很是高兴 还以为是车夫有心给她带的礼物 赶忙拿起项链 跑到镜子前 好好地臭美了一番 但转而一想她这么穷 怎么买得起真火 随即又沮丧起来 哼 我才不稀罕这假东西 她生气地随手一丢 起料这话说的车夫顿时不乐赢 谁告诉你是假的 但女人很是不屑 真的要几千块大洋 有钱也轮不到你买 早就高太长买去 给萧胡玉赔赞了 不料这话顿时点醒了车夫 八成就是这串 这是萧云玉她妹妹丢的 这车夫也是心大 到现在还觉得那是个活人 老婆听到也很是兴奋 要是真的可就发大财了 只要将她卖掉 下半辈子都吃穿不愁了 她赶忙将东西收起来 准备明天去当铺验验火 车夫不敢相信自己真这么好运 第二天一早就赶忙去了当铺 谁知当铺老板看了看 便直接问她要当多少 车夫没什么见识 抬手就比划了一个亿 老板当即心领神会 这车夫一听很是不爽 自己好好的珍珠怎么能说是烂 老板解释这是行规 但他却不听 一把将珍珠扯回来 随即又跑到另一家当铺 掌柜很是质疑 像他这种穷光蛋 怎么会有这么贵的东西 车夫也是知道自己会被怀疑 随即扯谎说是祖传的 虽然掌柜还是不信 但好东西不能错过 当即又问车夫要多少钱 这次他可聪明了一回 直接问能给多少 如果我卖给你呢 三千五 车夫这一听可高兴坏了 谁知掌柜他又说 你卖给我呢 一千六 车夫顿时拉下脸来 他不顾掌柜的挽留 一把抢回项链 直接走了出去 美女竟用珍珠项链付车费 她自称是去世富家太太的双胞胎妹妹 那这项链肯定价值不菲 车夫不敢相信自己真这么好运 第二天赶忙去当铺验验真假 谁知当铺老板直接断定这是一串东珠 车夫没想到这竟是真火 连跑了两家当铺 竟都是一样的结果 往回走的路上 车夫看见橱窗里竟有美女的照片 便凑上前去询问 这生回玉的妹妹啊 萧回玉就是萧玉 哪来的姐姐妹妹 车夫当即一惊 在看守中的项链 赫然与照片中女人所戴的一样 不料当晚 车夫竟又碰见了那个美女 也不知她是胆大还是没信那人的话 进上前要将项链还回去 谁知美女见她这么诚实 又听说她赌输了很多钱 当即便提议帮她发家致富 车夫一听就来劲了 随后她被带到赌场 将全身家当都卖了出去 换来二十块大洋 美女带她开始下注 车夫怕输 只是拿出几个放在桌上 其料美女却让她全都压下去 车夫还真就听话的照做了 不料本以为是个杀猪盘 没想到美女如同赌神附体 竟把把都能压中 车夫的钱翻了上百倍 其料就在数钱的时候 美女竟突然消失 原来竟是有人在挖富家太太的份 看来当真如那人所说 这富家太太并没有姐妹 那美女恐怕就是富太太的鬼魂 盗墓贼砸棺材的声音 惊得野鸟四散 她瞧见女士脖子上的项链 当即高兴不已 这下可发大财了 其料女士突然睁开眼睛 盗墓贼被吓得半死 慌忙逃跑 谁知女士竟还追了上来 她拼命地跑 女士却紧追不舍 第二天 富太太的尸体和陪葬品 不翼而非的消息传播开来 警察开始调查 两位当铺老板将车夫供了出来 不料等车夫带着警察 来到昨晚的赌场 竟发现这里早就破败不堪 四处都是灰尘和珠网 自己卖在这里的车 也像是丢弃了十年的破烂 我看跟你一块赌的不是人 啊 不是人 是什么 鬼 赌鬼 车夫不敢置信 那他昨晚赢的钱又是怎么回事 其料 那白花花的大洋放在水上 竟能直接浮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